所有在股市奋斗的朋友们 你们的辛苦我都懂 股票市场其实是有一套神秘 而且有效的方法 一切都交给我吧 我就是你的贵人 欢迎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我是节目主持人Ruby 本周将迎来美国企业财报季 以及这个通膨的数据报告 由于缺乏力多美股市下跌 那台股周二的盘中 也失守了万四的关卡 这一次的回测幅度 将分出个股的强弱 提前打底完成的个股 如果还有半年报营收亮眼的加持 就能够先来追踪 后续的盘事解析 赶快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 同时也是改变医生的贵人 Ruby 蔡英斯坦 蔡振华老师 老师好 Ruby 好 投资朋友们大好 好 老师 这个很多投资朋友们 看到周二的行情的信心 虽然是有受到这个影响的 因为毕竟这个六月份 营收公布之后呢 有些表现亮眼的股价呢 反而是下挫的 可是这个老师帮大家掌握的呢 就是能够上涨 而且创新高 这是为什么 所以你看嘛 你说这个 有的人说 基本面其实没有用 有的人说 技术面其实没有用 对不对 常常有人跟你这样讲吧 那技术面都没有用 那当然比较少的人敢讲 基本面没有用 像我这么白目 讲话又直接的人太少了 对 那我其实我讲的并不是说 它没有用 大家可能搞错那个意思 它在有用的时候有用 它在没用的时候没用 那你要什么时候用它呢 在它有用的时候 在它有用的时候 这样你听得懂吗 你不能在大太阳的时候 说雨伞没用 因为总有一天会下雨 你这个话讲起来不对 你也不能说营收创新高 股票下跌 就基本面没有用 你不能这样讲 但是如果有一档股票 营收创新高 它股价在涨 你就应该去买它 因为那时候 它表示它有用的时候 我这样讲超难吧 你也不能说技术面没有用 那是因为你自己 不会技术面 那没有 因为我老师你看那个KD 从低档黄金交叉 就是要买进 结果我这次买进套牢 我有这样教你吗 应该是不会技术分析人 这样教你吧 你去找一个不会技术分析人 教你一个错误的招式 然后被人家打挂了 然后说基本面没用 对不对 公园里面有一个什么 太极什么宗师 结果根本就是这个骗子 他叫你给他800块红包 然后教你那个什么 武当派不传之密 对不对 那这样你也信 你就跟着他在公园打几拳 对不对 歹徒拿一把刀出来 你说要在那空手夺白刃 你被刺死 我告诉你 师父都不会出来救你 那根本就假东西 要江湖骗术 对不对 现在很多 两个指标在那边跟你画山画水 画天画地 然后你讲的跟真的一样 问题是 当股票在涨的时候 什么面会不对 你告诉我 去年航运股在涨的时候 你看什么都对 基本面也对 筹码面也对 虎烂面也对 作文面也对 对不对 眼睛蒙着当冲面也对 笔大小也对 拆拆看也对 筹码面也对 指标面也对 基本面还是对 因为他在涨啊 你什么都对啊 是 回头来告诉你说 三个月前告诉你 你看底部翻阳 废话 那你现在空头 你找个底部翻阳 给我看 那找不到 为什么 那破了 你怎么会有找到 是 对不对 你还找底部翻阳 问题 你趋势就往下走 你连季件都是下弯的 你怎么可能去找黄金交叉 你骗谁啊 你 一听就知道是不懂技术面的啊 上个月指数在破的时候 还有什么 低档底背离 然后呢 20以下黄金交叉 MACD正式交叉 那有够没程度 你在零轴以下 怎么会找黄金交叉 我问你 连这个零轴都不懂 还说你会技术分析 对不对 还敢跟大家讲说技术面没有用 你自己 连自己都不会的 你到底批评 你没有用什么 好 你刚才讲说 汽车不能开 为什么不能开 因为我不会开 这好不好笑 但基本上这种东西 基本上也是一样啊 像你刚刚讲的嘛 哇 营收这个 这个营收这个 创高 怎么在叠 那基本面 那你不能这样讲啊 我举个例子 那黄金光为什么有用 是 好 那我们现在分享来讲 如果说你这样去探讨它 比较深层的含义啊 因为很多基本面 在营收创高的过程当中 它其实是被估算到的 被预测到了 我这样讲其实 写作文的基本面派常常这样讲啊 其实我觉得这样讲也 在道义上有时候也不是很厚道啊 因为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你高档没叫人家卖 然后跌下来你解释说 因为这个我们猜到了 所以我我我我其实蛮讨厌 机会面做文派就是这个道理 是 就你说像什么 呃比方说 台积电好了 联发科你说他跌跌这么多下来 对不对 然后 里面的人就告诉你说 没有这个我们这个业绩 早就是在预期之内的 所以我们就 对这种这种我我听了就是 蛮讨厌的 除非你说你高档有叫人家卖了 那没话讲嘛 对 对不对 但通常这种人他高档也 也没有出对 他只是会给你解释 基本面他还解释很有用 那我现在讲 讲 拉回来讲这个这个这个道理 所以一档股票如果你没有料到 他基本会好 结果他突然给你一个营收还亮眼 你就没话说了吧 是 那你也只得买嘛 是 就像很多人心不甘情不愿看的华星光 他还是创新高 对一直创新高 你就不爽嘛 但是他还是创新高 为什么 因为他 因为他四五月的时候拿出来转过赢 料到的很少 但是我现在讲重点 我不是在讲华星光这件事情 我在讲这整个事件 你仔细去看华星光四月五月六月的营收 他其实是跳上来的 是 那我要讲一个重点就是说 他告诉你我四五月转亏为盈 其实是架构在那个营收的跳上来的情况之下 这个时候如果你六月或七月再拿出来一个 比四五月还要高 再高的 我就可以去估你下半年是不是大转期了 是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道理就是说 你开始在估一个大家没有想到的东西 那你那个作文的题目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慈战派不是会告诉你说 基本面没用 基本面有用 技术面没用 技术面有用 通通都错了 你知道吗 因为你在空方格局的时候拿做多的技术面去做 你当然会输啊 对 假设说你一开始就站在空方指数 我跟各位讲 你指数是站在空方的 站在空方 你技术面怎么会不好用 我告诉你好用翻的 你看到十字均线你就打空单 有种你试看看 你今年转炸 我跟讲转到一栋房子都有 怎么会没用呢 对不对 你说你KD在20以下你空 对啊没有错啊 你在顿化区本来就应该空啊 为什么不应该空 空方局在顿化区的时候应该要加空啊 是 对不对 那黄金交叉如果失败的话呢 追空啊 因为他往下20再顿化一次啊 怎么会怎么会不对呢 对不对 因为你趋势往下的时候 你拿指数去做多 那你不拿个股去做多 怎么会怎么会对呢 就我跟各位讲的啊 我不会去带你超级指数啊 因为指数还在打底嘛 对 这个东西我上礼拜在讲的时候 有人跟我抬杠 你知道吗 有一个人在那边骂我骂半天 老师你在骗子啦 你说什么指数还没有见到低一点 你个股怎么会做多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创告给你看 你自己回家打开你的手机好不好 你去看一下好不好 你要是不知道代号打给你看 6118跟49790 你要不要看一下 是 怎么会不可能 满手的可能我告诉你 你指数本来就下阶梯啊 这没什么啊 所以股票哦 我告诉各位哦 现在那 但我有时候不很喜欢讲这个 因为我知道 全国的听众现在心理压力都很大 对 对 对不对 你说你现在开开个香槟然后庆祝一下什么股票上涨 也不是很很好的一个行为嘛 对不对 有这么多人感受到股市真实的一个面貌 对不对 有一些人被迫长大嘛 有一些人可能30岁不到带着8万10万什么个股期货的什么都来 对不对 在去年 前年 得到一个很很很完美的青春回忆 然后呢 在今年被迫长大20岁嘛 一夜长大 对一夜长大 这一夜长大 就告诉你说其实股市不是像你想象那样嘛 是 股票市场哦 就是把人类的一甲子 60年的岁月 在三年之内浓缩一次给你 哇 你60年内要体会的喜怒哀乐跟学习的成长 股票市场上叫你在 三年内 三年内全部学会 全部体会 是 所以像我这种经过三轮的 有没有 我们的那个新智年龄可能已经超过不到百80岁了 看很多事情都已经很很淡然了 很超然 就很淡然了 那这个 所以我说浓缩到最后就有两个字嘛 很简单 上往上就做 往下就出 就这样子 所以你看我讲到最后我就跟各位讲 真正的实战派很简单 周线打出来 日出买 日落卖 就这样 没有什么你太多 写作文这个事情哦 其实是很吸引人啊 我也必须这样子讲 你真的要我写我也可以写得出来 我一定写得很感人啊 就神化一档股票嘛 把他送上神坛 但是 这样会害到很多人 你看过去两年曾经被送上神坛的股票神级的啦 现在眼泪的集中处都在他们身上 多少人的眼泪都在他们身上 是 对不对 那写文章把他们送上神坛那些人现在 有没有什么眼泪不见得有吧 只是躲起来而已啊 再过几年他们又会出来写啊 股市这个圈子就是这样吧 我也看过不少人啊 那 现在我要告诉各位 给你们一点有建设性的建议啊 第一个就是说换股是必要的 换股是必要的 我在上个阶段讲说 有一些年轻人他就是App3的扔到一边嘛 对 他股票也不管了 我告诉你不要这样子的 股票是你自己的钱啊 对啊 股票是代表你的钱啊 你知道吗 那个 如果是以 以股的股 有我讲 我以文王卦的讲法啦 他就是有观鬼嘛 然后有这个七财子孙 这个舞窑啦 那我告诉各位就是说 这个分别代表的是 七财的意思就是股人的意思就是 七财跟你的财务啊 这个是你的 算你的财产啊 我现在来讲一个东西叫做股票市场跟你的存款一样 它是你的财产哦 是 那这个这个财产哦 他会跟你的这个 呃 你的你的整个命运走向会相生啦 你你不可能说 呃 你不不不善待你的财产 然后你希望你自己变成有钱人 这个也蛮怪的哦 你现在的讲法就很简单 就是说 呃 你会留在谁的身边 留在爱你的人身边嘛 对 对 钱是有生命的对吧 所以钱会留在谁身边 钱会留在爱他的人身边 是 你就把他针在一边的他怎么会理你 对不对 这也不太对哦 这个对钱还是要积极一点哦 这个 所以我告诉各位换股是有其必要的 是 因为有一些股票哦 他不是说已经跌很久了 你你要说什么台积电 什么联发科什么上方有压力 我跟你讲就算这些股票有压力了 再怎么说也跌六个月了 你知不知道有一些股票是七月才开始 你中股票你说你不逃 你打算怎样报到年底 对啊 你太扯了吧 是 盘面上有一些七月才刚刚开始跌的股票 你跟我说你不换股 你不换到那种七月才刚刚开始涨的股票 我问你你在八月九月怎么办 对不对 是 你说那种跌下来已经30%40%那你就算了 了不起再插你一刀最多两成嘛 总不可能你在这边就消失嘛 对不可能嘛 你反弹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个反弹的量在那边 毕竟跌那么久 但有一些股票他确实是 六月底七月初这两个礼拜才刚刚开始破季线 那季线才刚刚往下弯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首先就是一个是看我们的影片 第一个就是说换股这个逻辑 一旦你换对了可以救活很多人 对 那现在我们来看到盘面集中在几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说工业电脑跟智慧程式这个地方还是强 是还是强 对不对 你说市场上没有人去拱他或怎么样 那不管人家还是创新高 对吧 那再来我们看光通讯 那这边因为华新光转亏为盈以后 市场上要解读 是他个股现象还是整个 产业在这边出现一个翻转的机会 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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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就在于这个营收的起落了 因为华新光 他的转货为盈是建立在他的营收爆出来之后 所以如果还有一档股票的营收6月也爆出来 买不买 当然买 当然买 那你就不用讲了嘛 对不对 电话拨通我一定带你进场 你就已经看到华新光了 那还有什么好讲的对不对 是 再来就是像那个航空领主舰这几支嘛 对不对 上一次短线 短线课出出那个汉墙是出的比较狠 导致于有一些股票他是比较紧张 可是你看这两天 他们都在季线的上方 对 这个部分其实是下半年的新族群啊 然后元宇宙就不用讲了嘛 对吧 元宇宙的话就我跟各位说了 建达这次最强嘛 宏达电赤支 是 然后资金今天尾盘在买的那个是 位数嘛对吧 那后续能不能扩散开来 那要先看这个 黄金家族本身 有没有在这个地方持续上攻 那我刚刚跟我讲 强势的族群 他是比大盘领先上攻了 那今天对投资们来讲 比较困难的一个点就是 很有可能你要做换股 你如果不做换股的话 你在这个时间点 可能股票越往下越走越低 那要看你的手中的个股 是在哪一个位阶 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讨论 好的 那么请大家务必利用 稍后的广告时间 赶快加入我们 参与资产免费的 LINE账号 把握这个换股的时机点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朋友 赶快来点咨询 那我们现在就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用锈锅链锡上游全员灌溉 孕育出鼓力饱满的高雄139号稻米 金广米有机白米超米有机双认证 中广亭有价四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听众朋友一个台股两个世界 跟着蔡英斯坦的风低进场超个股的 就是比超指数度了好几根涨停板 把指数放一边一起来把握新的股票哦 请先加入蔡英斯坦免费的LINE账号 ID是小老鼠goldmoney168 小老鼠goldmoney168 或者是过到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那么生计股在这个近红创高之后呢 财财神也亮灯攻涨停了 全新的生计股准备进场 今天拨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场哦 欢迎回到股市蔡英斯坦的节目现场 那么这一次呢 老师带领大家锁定的元宇宙啊 工业电脑以这个生计股呢 是持续的走强 那请教老师后续可以再怎么来追踪呢 股票是这样子哦 其实以前早期哦 大家很怕去做那种 比方说没有营收 或没有EPS的公司的原因在哪里 就以前有一些这个早期的主力股 他出货的时候 他是直接跌停板出货 哦哇直接跌停的 啊你直接跌停的话 大家出跌停倒也无所谓 他有时候会锁住 然后卖不掉嘛 是 那我跟你讲 以前台湾股市涨跌停是7% 这种现象确实曾经出现 可是我告诉各位 成为10%以后 很少出现那种跌停板 直接出货锁住卖不掉 通常了不起第二根一定会哄开 因为10%很远你知道吗 是 你10%一个跳下来 就会引发很多人想去抢 所以你在最近这两年看到那种 出现那种爆雷然后 跌停锁卖不掉那种 其实真的 我觉得真的是不多啦 在这种情况下 那我觉得说 只要你能够出了掉 那你就不用太去在意说 市场上给他的我们讲说评价 因为评价这个东西有时候有点主观 因为今年在空头当中证明了有基本面 其实你还是跌啊 对还是跌 有基本面还是跌 那你既然都是跌 就好像说以前有听过一个笑话 有一个 有一个女人跟我 女人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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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有人跟我讲的他觉得他男朋友 长得这么抱歉 还被他劈腿 对不对 钱又赚不多 每次出钱都他请客 做什么事情都AA 还常常假装忘记没带钱 然后学历也不是很好 嘴巴又不舔 长相又很普通 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点看上他 不过不管怎么说 当时就是跟着他 对 结果又劈腿 他气死 最后他想通了 与其被劈腿 还不如被帅哥劈腿 这有道理吧 至少我有在那一瞬间的欢愉嘛 是 对不对 你这个 所以 你说这个 有基本面也是跌 标股没有基本面 至少他有三根涨停 让你当天嗨 是 我这逻辑不是很好的例子 我这个举的例子 我坦白讲不是很好 但是你可以了解 我在讲的那个心情嘛 是 人其实买进卖出 很大一个程度是受到情绪的指引 情绪是来自于什么地方 比方说你知道他业绩很好 你的情绪上会比较稳定 但我说 你说你把这一层关系给他拿掉 趋势线拉一条 上升格局 买嘛 对 下降格局就是卖啊 对 那你上升格局破线了 你说这个周线拉一根黑棒下来 很简单先出再讲嘛 你说 比如说 比方说你像元太 上上礼拜的时候 第一天破 你短线先出 至于反不反弹 你之后再说 到时候再看他周线级别什么周日出嘛 是 所以 把这个心情回到这个当下 就是回到这个 应该是说 有一句话叫环无 佛家叫归缘啊 归缘 你你你你把心中的这些障碍拿掉以后 你就尽心想一件事 大半还没有指吻以后 谁先指吻 那你就做他 什么都不要想 答案就解决了 对不对 邀请各位跟我一起进来 这一份没有做到 我们刚刚讲的那些股票 我们新股票准备登场 那最佳时间点 应该就是在礼拜三这一天 礼拜四这一天好好把握 好的 那么投资朋友 一定要趕快趁拉回 把握我们这个强势股 最后的进场点 想要领先别人赚涨停 这个速度就是要快 在这个升级月的加持之下呢 进宏创高之后呢 我们有新的新药股 要准备来布局 请大家务必要把握 可以透过蔡英斯坦的Nighter 或者是拨通专线联络们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 再次感谢摩尔投顾 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 谢谢老师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打钱 摩尔投顾110年 金管投顾新字第026号 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新贵股票登陆条件 较上市贵股票宽松 且无每日涨跌幅限制 投资人应审慎评估 是否适合投资 进广告咯 有机金管米新上市 毫无市集和台湾最大的有机农场 迎川永续农场携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莲副里 我们弃作了一片 23年来都栽种有机米的稻田 用树菇软锡上游全原灌溉 孕育出古力饱满的高雄139号稻米 金管米有机白米 超米有机双认证 中广天有价四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听众朋友 一个台股两个世界 跟着蔡英斯坦的逢低进场超个股的 就是比超指数 度了好几根涨停板 把指数放一边 一起来把握新的股票 请先加入蔡英斯坦免费的LINE账号 ID是小老鼠 goldmoney168 小老鼠 goldmoney168 或者是过到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那么生技股在这个静红创高之后 财财神也亮灯攻涨停了 全新的生技股准备进场 今天摸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场哦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